大家好,我是Jason Jason,你從香港過來的歷程,可不可以跟大家介紹一下 其實我之前是港隊叫做鐵人山山的運動員隊 就是帶來玩這個運動,有十到年就要對 之後,過了比賽的時候就是你,所以我是你才能老好 之後我們接班之後,關過了這邊 來台灣之後其實,並且就是離開港隊 就是出來,並且就是出來去直接用都是代表香港 但是沒有港隊的身份去比賽 所以最近是什麼樣的奇蹟讓你開始從3D也轉到XTERRA 其實XTERRA,我從我一開始進去鐵人山山的時候就是 因為他97年開啟我的這個比賽 這個時候都有看過,其實覺得還蠻特別 奇蹟都還蠻喜歡騎鐵人山山的運動員 並且我們就是可以多一點的方式去訓練還有比賽 所以其實一直都有,但是真正的XTERRA參加比賽的話就是 2015年都有,對 因為這個時候已經離開港隊 我們可以就是參加不同的比賽 所以Ironman、XTERRA其實都可以參加 之後就靠一起均心的XTERRA這一塊 對呀,2016年就是代表香港就是去 這個時候真的是第一個人去代表 這些精英組裡面就是第一個人去比賽 對 對 可不可以跟我們介紹一下那一次的經歷 比如說到哪邊,然後那個過程 先比一場比賽的區域 就是這個,好開頭的這個比賽 對,比較多 對,比較多 所以我這邊就是跟我們講 我們騎登山山山的時候一定有一個就是 標的一個中文是什麼 就是鈴鐺 對,一定有鈴鐺 就是為什麼 他就說如果沒有鈴鐺的話 你不可以進去一起 原因是,裡面有鈴鐺 然後這個,就是很打擊的這個 熊,鈴鐺 就是大家繞圈的時候 它是12K一圈 我們繞的時候 一開始是一圈圈 但是繞的最後面就是全都大家 大家分開的時候 大家其實心裡面都很怕這個 回不回的這個鈴鐺 因為它真的是 虛弱能力 真的是很高 就是跟我們看電影的這個 狀況一樣 哇,結果真的 大家騎的時候都很怕 所以在那一次就拿到資格 這一次其實 它有拿三場 其實還可以做得更好 因為其實第一次 所以第八名就覺得不錯 所以第二次的話就是去 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就是 細剪賽 它的這個最難忘的地方就是 它有一個 差不多一公里的爬坡 但是這個爬坡的話 其實唯一一個精英選手 都沒辦法爬上去 都使用輕 因為這個爬坡太等 太厲害了 大家都希望它是 可以衝上來 不用爬上去 但是沒辦法 這個賽都就是 先爬上去 然後再衝上來 最後一站 拿分數的就是去 澳大利亞 就是奧州里亞這邊 路上它這部分就是 其實這一次就是沒有太好 因為 這個路況不是太好 就是上雨 上得很大 之後整個路有一些堤坡 還有就是 就是水的 水 有時候 你看就是好像一個很小的水 但是 一衝進去之後 就發現 不然有人記得已經很累了 之後 比方這一次之後 就已經有準備開啟 就是夏威夷的比賽 因為夏威夷其實 真的是最厲害的比賽 去海美區之前已經聽到旁邊的精英水 所以已經唱就是 它的爬坡就是 30公里的雜貨裡面有15公里 是新爬上去 之後沙嵐大概10公里左右 之後左右跑大概2、3公里 所以坐在沙嵐 之後 讀這邊之後 發現 其實被他們掌的更足夠 因為我們去讀這邊 就已經開始下雨 對啊 每天晚上都下雨 少人只有早上就是 落寬就是 不太好 其實都還蠻開心的 因為真的 看了我很久沒有試過 節目都精英主選手 可以一起比賽 結果真的很興奮 讓平常去的話 大概20年左右 其實差不多 男生女生炸起來 差不多 一班人間 接下來選擇Santa Cruz 還有選擇Blur這台車 你覺得在最近的體驗上面 針對Exterra這樣的比賽 有什麼樣的 可以大家分享的 其實最後的Santa Cruz 我坦白講它的車子 這個長度 對我來講 我覺得還蠻有特殊 跟我們之前騎的奔山 其實不一樣 所以一般的爬坡 還有就是 平常我們去騎的路況 它會反應 還有就是騎的感覺會輕一點 它會反應很快 不可以覺得 你會浪費力氣 所以我覺得它 結果對我來講 速度其實 會 在上面裡面 騎的速度會很順 還有就是很快 不用講 重點是真的很順 不可以說 會卡住一直在石頭 還有就是 一直在虛幹 這樣 像我們的這個車款 Blur它在操控性上 是否可以應付這些 比較高難度的賽道 其實 如果有彈步的話 它其實 我覺得它 訊息全面 很全面 就是爬坡 不可以覺得太重 還有 你騎穿去的時候 就是會有一種 它會 幫你爬穿去 這種感覺 之後 為了說 當Q的時候 其實它 雖然不只一台當Q 但是它其實 就是 砂樓梯 還有一些 大的石頭 砂鍋的時候 會 很穩定 很穩定 就不可以說 會跳到很厲害 對 它們 所以這台真的是 不錯的設計 我希望 今年它可以 啊 今年雖然我不是 Excel的經驗選手 但是我希望它可以 幫我 分擔就是 一些 在比賽上面 我沒辦法過的話 對啊 我們也希望你在賽道上 是最速男 下次再見 下次再見 謝謝 小蕙蜜 下次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